好 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 下周一排定是海委会主委管碧林 针对中国越界渔船翻覆两死事故来进行专案报告 不过这管碧林不满专案的报名称 说到金门撞船案翻船执法过程 他就发明批评说这是违背事实的名词定位 而张伟高精宿美他就反蹭了说 这个名称其实源自于海巡署的记者会 国民党立委许珍他已痛批说管碧林 藐视国会周一台会提案谴责 面无表情走出会场 中方代表二号上午九点出席第十三次协商 似乎进入书面协议阶段 家属委托的律师也在中途加入协商 家属同样不发意语上车离开 八十分钟谈判结果是否有突破 丝毫不透风 但根据老姐家属还没提出验尸要求 前一天中方代表还一度放鸽子 集体缺席协商 这两天的气氛可以说是秉持善意 相向而行 那么双方都有版本 都在收拢的阶段 海外会周围关闭林 向对案持续释出善意 但对内政委员会排定下周一 专案报告名称无法忍 查询立法院官网名称叫做金门撞船案 翻船执法过程及后续处理 关闭林脸书炮轰 那是违背事实的名词定位 因此海巡署递交的报告 回归执法权的坚持 要改为取缔大陆级快艇事故案 这个名称隐含对协商过程中 陆方主张所有权的协商状态 做一个名词上善意 我认为这个写法不仅是违背事实 也严重弱化我国的执法权 所以我非常支持管毕林主委 把这个报告的题目更改为取缔 但是完全没有跟我们委员会沟通 就禁止在脸书 在脸书表达他对这件事情的不满 完全就是傲慢无比的态度 藐视国会 所以本席会在3月4号 这个提案来谴责 内政委员会负责排案的周伟高金素媒发文 回抢管毕林将书面报告自行更改名称 前所未见傲慢无比 还秀书截图解释 专案报告名称是来源自海巡署的记者会 要管毕林先刮刮自己胡子 翻船严烧从两岸到立法院继续吵 记者叶建雄孙盈毅 曹廷寒采访报道 立法院开议之后 频频发生了火爆场面 我们看到昨天国民党立委翁小林 他直询手就说 看守政府不宜推动重大政策跟法案 而且呢也直指着直询的关系是上对下 那么新政长陈敬仁 他就当场反驳要求立法院长韩伟主持公道 那么新科兰尾也问到说 台积电暂缓在龙潭设厂的责任 对此陈敬仁他是强硬的回旧 让对方直呼说大人哥怎么变成战狼了 给院长一些简单的一些宪法的一个 你讲的不对啊 直询台上帮院长上起宪政课 公党新科立委翁小林 主张看守内阁不能推动重大政策 陈建仁听了直摇头 主要的功能就是只是在维持 一般性日常的政府职能 现在的内阁还是继续要做事 不是像你这样讲的不能推动重大政策 陈建仁忍不住皱起眉头 语气略显无奈 接下来战火一触即发 还以为自己听错 陈建仁两度反问你确定吗 要求立法院长韩国瑜主持公道 暂停要解释一下好不好 这个是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 前院长游锡坤也隔空声援陈建仁 内书发魂直呼直询是上对下 哪一本书这样写 他从政42年第一次听到 但当天惹火陈建仁的还不止翁小林 你在跟天主对话的时候反省 是反省您的私事还是领导统预的公家事 我想这是我跟天主的事 你没有办法过问 被栏尾牛许提问个人信仰 陈建仁当场脸色一成 台积电设厂龙坛炮汤 这一题更让他忍无可忍 一改过去大人哥暖男风格 即将卸任的陈建仁直接和篮尾开战 火爆场面层出不穷 也难怪主持院会一整天的韩院长直呼 院会的过程之中难免会有一些激烈的火花 记得众报导